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和汇报的一个病例呢 是前几天刚刚完成的 也正好趁着热火刚新选 然后跟大家一起分享和交流 接下来的时间如果有我说的不对的地方 希望各位老师多多指证 那么这是我们本院接受的一个患者 男性35岁 是一个公司的职员 当时最开始就诊的时候 是主宿他右下的后牙有咬合痛 大概有三个月左右 然后当时的检查呢 是他在三个月以前就感觉 他右下的后牙咬合的时候 有不舒服的症状 然后有一定的自发痛 他自己口服了消炎药以后 没有缓解 然后就到我们这里救着 在我们这里的医生 做根管治疗的过程当中呢 因为一些原因就发生器械分离 然后当时这个医生 有尝试做了一些处理 但是没有取出 最后就跟这个患者交代说 暂时不管他就给他封了药 结果呢 这个患者在第二天 就跑到我们成都 非常有名的一家医院去询问 然后询问完了以后 得到一些结果 当时他找到的医生 给他的回答就是这种 其实也是没有太大的问题 也因为取出来的话 会造成一些损伤和一些问题 所以这个患者最后 在第二天又回到我们这里 来跟我们 当时就要求我们这这边医生 就继续给他治疗 但是这个患者 现在他去过那边 咨询过了以后 他一直心理上就有 就有很多的阴影 他就觉得这些 这个器械分离的这个东西 在里面是对他身体 一直有不舒服啊 或有什么情况的 后来所以会一直有一些 纠察什么情况的 然后最后就 转到我这边 转到我这边 当时对了一些 还做了一些 和面部的检查 那时候其他的问题 倒是都比较正常 关键他有一个 和面部检查的时候 发现他的右侧的关节 有弹响 而且他有 有轻微的张口受限 其他的问题都不大 然后当时这个张口受限 就让我感觉很头疼 这个也是造成我们后面的处理 分了很多次 才完成这个整个根管治疗的过程 和后面灌铺修复的过程 因为这个患者 每次张嘴的时间 他可能在二三十分钟 他就已经非常难受了 所以这个治疗起来 是从去年的十一月份 一直直到这个月的前几天 四月几号 才完成最终的修复 接下来我把他的一些 术前的一些影像资料发生来 给大家看一看 那么在最开始就诊的时候 因为这个患者的情况 他的情况比较 问题比较多 所以最开始我们的医生 也是给他拍摄了一张全景片 然后大家可以从全景片上 看到的问题也是 他其他问题也非常多的 但是今天晚上我们分享的 主要是右下第一摩牙的 这个分离器械的问题 所以我们其他问题 就暂时略过 然后右边第二张上面 是当时这个医生 在世间的时候 拍摄的一张世间片 那么器械分离 就是在拍摄完世间片 医生觉得镜中根管的处理 还不够到位 远中也不够到位 他接下来下去的时候 继续再处理 结果在接着处理的过程当中 发生一些情况 导致这个病人忽然转头 然后医生操作不当 就造成了这个器械分离 在这个镜中的舌根里面 当时分离完了以后 因为这个器械分离特别长 然后当时这个患者 他有特别大的动作 然后转过来 医生也发现这个问题了以后 护士在旁边就发出了一些叫声 然后这个病人当时就已经看到了 这个器械是已经分离掉了 所以我们这医生也没有办法 就尝试着当时就给他取了一下 但是他当时取的话 他是用那个高速手机 在根管口上面做了打磨 所以说尝试了以后 就发现这个嵌得特别紧 你取不出来 可能大概过了十几二十分钟以后 就给他封药 就跟他说这个没有问题 然后做了一些术后的一些交代吧 就跟他说可能考虑就直接这样充填了 就让这个患者回家 结果这个患者回家以后 做私诱想可能想不通 第二天就跑到成都 另一家医院去就诊检查了 但是他到成都那边遇到的医生 给他的答复也是 这种情况其实器械遗留在根管里面 问题是不大的 而且当时那个医生也是非常负责的 打电话过来咨询我们这边 这位医生 询问过这个器械的详细的材质 器械分离的时间 和这个牙齿的具体的一些情况 最后两边医生得到的他 就是统一商量完的结果 都是建议这个患者就不娶他 让他留在根管里面 直接看看能不能旁路通过 然后给他充填了 所以又建议这个患者回来 但是后面的一些问题呢 就导致这个患者就心理上面 他就觉得什么问题 可能都是因为这个器械引起的 因为最后回来的时候 就转到我的手上 然后这个患者给我的 就是经常半夜给我打电话 觉得可能头疼啊 或者其他什么问题 都是不是这个引起的 那么患者的心理上面 有这些担忧 有这些阴影 那我们也只有尽量的去想办法 来帮他解决 然后我们再做一系列的评估 然后我也咨询了 很多我的前辈和老师 以后 然后我们再对这个牙齿 再做详细的一些数钱的资料 这是一这个下面 这张图片 是后面我们补开的一个CBCT 做了一个详细的检查 从CBCT上面检查 就发现那个 器械分离的那个长度 大概是七 七毫米左右 七点三毫米左右 然后在镜中的舌侧跟管 然后他上部的三毫米左右 是比较松的 我们15号的K措 可以直接到达上部器械 进入了以后 可能能进入三到四毫米 然后我们再对这个器械 分离了以后 我们再用15号的K措 去进行详细的探查 就发现 他只是灌部 可以松动 但是跟肩部欠得非常紧 最关键的问题是 在当时的情况下 我们诊所是没有配备 写位镜的 当时我所有的 只有一个放大镜 然后当时在放大镜下 这个分离器械 只是抹肤可见 然后分离器械呢 是一个2504的一个器械 然后长度7.4毫米 最关键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器械材质 它是CM材质的 然后对超声的传导 特别弱 而且它这个长度 也特别长 它卡在这个 跟踪三分之一 到跟间三分之一 紧紧的嵌在这个根管内 当时我们使用了 一根世间的牙片 就是用一个压家间 插进去 但是它无法完全旁路通过 它只能通过一部分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 从CBCT和牙片上 我们了解到 就是它的镜中 蛇根是在根结三分之一 像夹侧是弯曲的 那么以上 啰啰嗦嗦嗦嗦 讲了这么多 现在进入的问题 就是说 我们要来考虑 这个情况下 我能够做什么 当时思考的原则 就是就我现在的情况 我手上所有的材料和设备 我能够做些什么 那我现在正在做些什么 我还应该干些什么 还有的问题 就是我还在等什么 这些问题 都是当时困扰我的一些问题 因为这个治疗的方案 有很多种 当时我们查阅了很多的书 和一些相关的资料 然后刚刚我也有提到 我们询问了很多这方面的专家 包括彭老师 还有一些其他的大咖 大师 我手上所有的资源 我基本上都在用 当时大部分的意见 都倾向于让我做旁路充填 或者直接充填的 如果做不出旁路 就直接充填 但是这个病人 在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 三番五次的打电话 而且经常就是觉得 他到我面前来 他就抱怨 就觉得这个导致他已经夜不能寐了 而且就是整天都挂着这个东西 他就觉得这个东西 对他来说 就感觉好像是做手术 遗留了一把剪刀 在他肚子里面一样的 他觉得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然后我们拿了很多一些官方的资料 包括一些国外的资料给他看 依然不能解除 他这个心理上面的一个阴影 那摆在我们面前呢 也只有这三条路 要么就是做分离器械的取出 自己做 要么就是给病人详细的再做一些心理疏导 然后诱导他 同意我们做一些旁路充填 或者是直接的根管充填 要么就是因为超过我们的灵范围 和我们受备系范围以外 那我们做转诊 但是转诊 我们作为基层的医生 大家都知道转诊 其实我不知道其他地方是怎么样 在我们这个地方做转诊 特别是有一些具体的情况 让很多医生都觉得转诊 好像是一个不太好操作的一个方案 所以我们还是只能尽量的去考虑 看能不能自行做一些分离器械的取出 或者是旁路的充填 那么既然一切的条件都要求我们自己来做 那我们就只能硬着头皮上 首先我们来分析这个病例的难易度 在这里我们借用彭斌老师的根管治疗图谱上面 对治疗难度的分级 一度二度三度 我个人认为这个肯定是已经超过了 就是已经达到三度 已经是中度的难度了 这个需要我们接受过专门的根管治疗培训 而且有一定经验的同科全科医生 或者是牙髓病的专科医生 才能处理的病例 那么我个人虽然是2013年参加过彭斌老师 做的弯区根管的培训 但是我觉得这方面的这些经验 我都是特别少的 正如我身上图上所示的一样 我用了一张网络游戏的图片 它里面有七个详细的段位 我个人在这个游戏里面玩了三年 一直都只是黄金 然后黄金其实它还分五个段位 我是属于黄金最低端的那个段位 当然如果是像彭老师 或者是我们的侯老师 徐老师他们这样的 属于最强王者的 我觉得他们处理这个病例的话 应该没有任何的问题 他们处理起来 这个病人也能得到很好的 愈后的效果 当然时间上面 问题也不会像我这样围栏 这个真的是限于个人的一些能力 当然还有一些客观的设备和条件的限制 所以大家在做类似的治疗之前 一定要先想好这个难易度 这个病例做完了以后 最大的感受就是这个病例 真的是不属于我们基层内医生 可以做的病例 然后在这过程当中 我也是反复的参考了这三本书 以前为牙髓治疗学和彭老师 新出版的第二版的牙髓病学 还有一本国外翻译过来的 临床牙髓病学 这上面对于器械分离了一些详细的说明和了解 我都有详细的去看 然后在这上面所收集的东西 就是对我们的一些提示 首先我们要做器械分离的术前的评估 那么术前评估 我们首先要做一些术前的检查 包括拍摄换牙的根间的X线片 多角度的 然后拍摄CBCT 那我们来了解这个器械分离的位置 长度 还有根管壁的厚度 以及根管弯曲的这些情况 综合这些信息 来评估我们器械取出的难度及风险 来制定我们适当的治疗方案 当然这个一定还要取得患者的知情同意 这个病人我们当时在做完了那个方案以后 我跟他在会议室里面 有做了将近一个小时的详谈 然后这个病人因为到成都一家很专业的医院询问过 也是一位非常专业的医生 也是我的前辈 所以他本人知道的东西不一定比我少 当然最后还是要感谢这个患者对我的信任 最后他还是同意 我们先尝试做一个分离器械的取出数 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遇到一些特殊的情况 如果是后面评估的一些难度 时间上面 他如果是不能配合 我们后面就考虑其分离的器械的通过数 旁路充填或者是保留直接充填 这个一系列的情况都跟患者有说明 当然最重要的就是如果是我们的手术失败 或者包括后面患痒的症状如果持续 那我们就要考虑行跟肩手术 或者是一项再植术或者是拔牙 当然这个患者在我们当时谈方案的时候 已经做了第二次的封药了 然后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他这个牙齿本身的症状不明显 牙齿本身在咀嚼 在疼痛方面都没有太大的影响 而且他当时器械分离的时间 是在根管预备基本快要完成的时候 所以说就我们当时给他的判断的话 根管内的感染基本上也是清理的比较 比较好了 所以说这个患牙本身的症状也是 没有太大的问题 当时最担心的说到了一个最 就是我隐约在提醒的一个问题 就是怕这个分离器械超出根肩孔 需要做外壳手术 这个就可能需要转整 或者是做其他的处理 然后在得到病人的同意了以后 我们就开始要准备这个器械分离去出数 这个现在这么说 其实他应该是我的一个好处 这个病人他是一个工作非常忙的人 就经常每个月在外地到处跑 他每个月只能复诊一次 然后每次他因为他的关节问题 他复诊的时间可能最多不能超过一个小时 所以说这中间其实我也有大量的充足的时间 去学习 去取得一些跟这些相关的一些资料 那么在这过程当中 我也跟着刘鹤老师他们一起开始注册 那个Facebook在上面学到一些很多东西 然后看到了很多好的视频 这里就分享两个视频给大家 我觉得对今天我们这个分享会有一定的关系和帮助的 这两个视频我上传上传在我的新浪微博上 然后因为我是使用的一款录制软件 所以说好像第一个视频吧 在过程当中会有滴滴滴的叫声 因为当时还没有购买这个软件 所以请大家原谅 然后在接下来我就一起把后边要放的一个视频的链接一起放上来 这个是后面我购买了一款那个分离器械的取出的一个套装 它的一个操作视频 这个正好也是上个月那个范老师才发出来的 今天也就发出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像我们这两个三个视频上面所显示的一样 通过这三个视频 我们也了解了 我也学习到很多 然后之前我们一类的微课堂上面也有讲了两次 有关于器械分离的一些详细的一些说明 相信大家已经很熟悉这些系统了 IRS的这些套筒针还有会不会那个套索取断针的那些器械 然后我们在国内的话 当时是在龙总的帮助下 还有山东王医生的帮助下 我是在网上购买了这一套 我们范老师研发的分离器械的提取套装 然后这一套对我们后面的器械分离的取出 也是有非常大的帮助 大家也从这上面看得到 我们这一套器械分离的提取套装 总共有四个那个工作头 然后其中有三个是类似于套筒 套筒针的那种操作模式 是要签注 然后还有一个称之为叫卸爪镍的 它是可以夹持的 然后这个卸爪镍的旁边放的那个手柄放的那三个 就是环转环转它的追逐有三个 这个后面的工作当中我们都会详细使用的 当然仅仅有这个 我觉得按照上面的三个视频来说 我觉得都是不够的 所以我还自己用我手上的一些设备和材料 做了一些东西来取这个分离的器械 像这张图片上所演示的一样 第一张图片上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因为我是一个全科医生 我们手上诊所里面也是有很多证机方面的材料 还有一些根管方面的材料 最左边的这个就是一个常规的证机的杰杂丝 然后这边有一个流体树脂的输送桃 然后有一个维他派克斯的那个输送桃 然后中间的那个很细小的针和最后面的那个针筒 我是在翻材料史的时候 东翻西翻的翻出来的 这个是配在手机里面的 因为当时的作用是拿来做手机 比如说怎么堵塞的时候用 结果我发现追逐大小正好合适 我也拿出来用了 然后倒数第二个那个针头 是我们诊所里面做种植用的那种粗的注射器的针头 右边的那个呢 就是我们技工用的那个公司 不锈钢公司 不锈钢丝 它是0.5毫米的 然后我通过用这些器械 就造出了后边这两张图片上的这些东西 当时是觉得信心满满的 设备已经足够了 这样弄起来应该成功率非常大了 这些自制的山寨的IRS套管系统和山寨的那个套索系统 当然最后还是这个是必不可少的 要修准一套一整套的计算 要把它的安全头去除 然后被做我们后面的那个官方的平台之备来备用 那么购买的这套 那么购买的这套分离器械套装和我自制的一些东西 这些都是最后就为了取出分离器械而设的 在取出前我们还要做一系列的准备是什么呢 就是以下的这些三个器头 第一就是超身设备 第二个就是橡皮杖器头 第三个是显微设备 那么在我当时取这个器械的时候呢 我手上还没有显微设备 我只有一个这样头戴式的这个放大镜 这个倍数还调不了 这个也是非常痛苦 然后我的那个PSK的那个橡皮杖那个盒子 都已经被我揉力的面目全非了 所以这里是找了一个我的好朋友 吴医生的他的一个图片 然后最左边的放的是一套赛特利的这个整个的根管套装 它里面所配套的这些根管的处理的头子 这里呢顺便跟所有的基层医生废话一下 就是我们希望我们中国以后都能达到一个 无障不根管 无障不沾接的一个警戒 这样的话处理起来对我们医生和对病人 都是有很大帮助 可以整体的提高我们整个中国的一个治疗水平 今天也是借助疑瑞的这个平台 我们再跟大家多啰嗦一下 希望会有更多的医生 都像我们这样 一起用上橡皮杖 不管是在根管治疗 还是在平常的修复 粘接压上面 都开始使用橡皮杖系统 做了这么多准备工作了以后 它都是一些辅助的设备 然后像我之前的这些方面的经验是不够的 就像我刚刚那张PPT所展示的一样 我本身的段位是不足以处理这个病例 我觉得它还需要我做更多的提高 所以我用一些自制的这些离体牙 和一些废旧的那些不锐钢的旋转器械 不是不锐钢是一些机用的旋转器械 来在体外做离体牙上的一些训练 这个训练也持续了两三个月吧 中间是反正就是一有空就来做这些训练 当然我觉得在最后这个病例完成的结果上 这些训练也对我来说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所以我建议大家以后也可以在有空的时候 多做一些这样的训练 好像摸嗦这么久 现在才刚刚开始进入正题 我们这个病例在我手上处理的过程 一共有四次 现在这张图片上所展示的是我们在第一个回合 第一个回合当时到我手上的时候 我首先是发现他这个整个远中灵面 他是有缺损的 然后当时我们的医生在治疗过程当中 是没有做灵面的假币 所以我先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把远中灵面给他用假币 用数值恢复起来 然后去用15号的K座 去探查了一下这个根管 然后用牙胶尖拍摄了一张 我做的一个数钱的 在做了一个数钱的牙片 然后我们也详细的去了解了一下 这个分离器械 当然在这个时候 就应该把小棉球放在 那个其他的暴露根管口上 来防止碎屑或者是取出 或者分离器械弹入其他的根管 当时我在做这个的时候 还使用的是维塔 使用维塔派克斯把根管口封起来 但是后面就发现这样做 其实是给自己找麻烦 所以建议 以后其他医生在做的时候 还是直接用小棉球 会更方便 更简单一点 那么在这里 要提醒大家一点的是 这个分离器械的取出的成功与否 除了与我们的技术和经验因素有关以外 他还跟我们这个折断器械的类型和直径 长度 位置 根管的弯弃度和半径 以及这个换羊的解剖结构 会有密切相关的关系 然后像本病例当中 这种长的分离器械的官方 有间歇允许我们建立旁侧的通路 他这个长度是大于5毫米的时候 相对来说 他是比较容易取出的 当然这只是其中的一个条件 第一次就诊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 3.34分到4.29分 这个病人就已经坚持的特别难受了 而当时我所能做的 就是在详细的探查这个过程当中 去探查这些过程当中 我是完全不敢用潮身去做的 因为这个时候 我当时跟成都的那位医生交流了以后 我们当时的一个概念 就是觉得好像超人器械 是根本不敢打这个 就碰到这个根管弊的 就生怕到时候造成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所以当时第一次 是完全没有去做 器械分离取出的这种想法的 当时只是想去搜集一些 根管相关的资料 所以第一次就这样 封了药 然后做了假币以后回去了 当然病人第二次来的时候 就给我们的一个反馈 就是说第一 他觉得当时我给他用了橡皮上 他觉得这一点非常好 然后第二就是我把他远中 给他恢复起来了以后 封闭的更好 他说以前都是隐隐的吃一些热的东西 感觉嘴里就有一股药味 然后我上次给他封完药以后 回去这些药味就已经消失了 感觉密封的更严 当然心理上也是比较好的 他的一个感受也是比较好 刚刚我们说到那个根管分离器械的长度 大于五毫米会比较好取 但是在这个问题上面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根尖三分之一折断的器械 它会比根管冠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的取出力更低 然后在我们这里来说 这个材质的问题 也是我们最大的一个问题 像这种CM像材质的器械 它跟不锈钢的分离器械相比 因为它第一锥度大 一旦发生器械分离 它的这个断断与根管壁的接触面积非常大 而且这个分离器械当时是紧欠于根管壁的 所以这个我们要像游离器械上端 就需要切学更多的压分质 会导致我们这个治疗难度增加 然后呢 在我们的超生处理的过程当中 因为我们是不能喷水 只能吹气 这个NITN这些器械它容易输热 很有可能会发生二次折断 遗留在根肩处的断断 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能会因为视野不清楚 而难以安全的取出 特别是在很多医生没有血微镜的情况下 像我这样只有一个放大镜 跟血微镜相比完全是两个概念 然后刚刚大家已经看了第一个视频上面 有一些常规的一些不屑钢的器械 或者是一些其他材质的器械 可能我们通过超生的技术 就用超生的工作间 对根管壁的压本纸做切削 然后能够松解这个分离的器械 最后再借助超生的整动 将器械从根管内震出来 这种办法对于这种不屑钢 或者是它嵌合不紧密 抑或是一些较短的分离器械 效果都会比较好 分离器械它会随着超生的震动 缓缓地松解 然后你去逆时针的旋转 它会超生功能间可以逐渐 歇到根管壁里面 和分离器械的空隙当中 这个分离器械会从根管中跳出来 像Facebook上面是所示的那种 第一个视频上面所演示的这种 但是本次病例的这种情况呢 由于它的材质和它的长度 而且它嵌入的非常紧 我们在第一次和第二次的超生使用当中 就发现这个超生 单凭超生震动 这个器械在里面是完全 它就是稳如泰山的 纹丝不动 然后而且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在这个超生传导的过程当中 这个器械里面 就是我们当时放大镜下看到 我不知道后面显微镜下看 会不会有这种问题 看到的就是有一大堆黑色的沉淀物出来 就感觉好像 我当时的感觉就是觉得 我这个超生已经沉到这个 折断器械了 像分离的器械 是不是已经在提示 我有可能再继续这样做的话 可能会导致二次分离了 所以当时也是怕造成更多的问题 然后记得病人当时也是 张嘴时间也就就那么长 也张嘴的时间太长了以后 也是确实受不了 然后就在预约等待下一次处理 然后这个患者第三次来就诊的时候 我感觉他纯粹是 怎么呢 当然他也不是故意的 这个当时根本就是跟我开了一个玩笑 他第三次来的时候 说他 当然事前他没有说明 他因为工作的原因 两三天没有休息好 然后当时我就在上边 给他上了橡皮账以后 用超生去除掉我原来救的风药 去除完了以后 这个过程十几分钟 他就已经张不开嘴了 然后就已经特别难受了 后面让他再坚持一下 坚持一下 也不行 最后实在不行半个小时 那也就再算了 这一次完全就是无功而返 当然其实大家在这三 这后面第二回和第三次 上面看到的这些图片 都是我在离体牙上 而且是后面有了显微镜以后 拍摄的一些图片 接下来到了我们赢的决定性胜利的 第四次了 第四次复诊 整个时间 这个病人这次也是 因为上次我跟他 我跟他打过招呼 让他下次一定要休息好 第一次他也是超常发挥 坚持了将近两个多小时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 也是完全主动的配合我 然后我们通过超声 和那个环钻 就我们买的那个分离器械的环钻 反复的去做这个贯端通路 去暴露这个贯端的器械 最后在EDTA的配合下面 当然他也不是跳出来的 最后还是通过其他的器械取出来 但是这里要说的是 在当时的情况下 我们是没有显微镜的 在仅仅使用放大镜的情况下 其实看起来根本没有 这个图片上面显示的这么清楚 然后当时的时间 就一直就反复的浪费在 你去确认这个器械 还在不在那个位置 然后旁边的这个压本纸 我取得是不是 已经快要穿了 已经快要形成侧窗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问题 或者是又担心这个器械 被我推出到跟间孔外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 因为这个可视度的问题 也是造成了很多的麻烦 当然后面我们其实 我们刚刚提示到的 那三文书上也有说到 这个口腔手术的显微镜 可视的情况下 我们分离器械取出 或者是旁路通过的成功率 大概有85.3左右 而非可视的病例 成功率仅仅为47.7 那我是没有显微镜 但是有放大镜 打个折扣 可能取出的几率 也就是高过67% 60%左右 当时跟病人沟通的时候 也就是这样说 然后呢 我们当时使用 基钻 最开始第一步 就像刚刚我们发的 那个范老师的那个视频一样 也是先使用基基钻 去建立贯钻的平台 就是为了我们辅助 后边的这两个超声器械 可以更好地游离 这个分离器械的上步 然后根据分离器械的深度 和根管壁 我们来选择 合适的超声间 和它匹配的功率 在第四次 我们使用的是 这个赛特利的 ET18的这个工作线 来处理灌步的这些牙本纸 来给它做一些 有理 来建立 断断的一些平台 在工作的时候呢 做超声处理的时候 是无需喷水的 但是不喷水 我们还是要让助手 使用三用枪的气 轻吹处理 来处理那些碎屑和降温 当然这个之前 刘鹤老师有发过一张 他自制的那个 冲洗头的那个图片 相信大家以前也有看到过 然后我当时是还没有 听到这堂课 听到这堂课的话 我们可能当时这样做的话 可能会更好一些 当时我们确实在纠结 那个三用枪的那个头子太粗 它放得太近了以后 会阻碍我的视线 放得太远 好像又达不到 比较好的效果 所以大家也可以参考 刘鹤老师上次讲课的 那种办法 去自制这个三用枪的 一些小的头子 更加方便我们这样一些 类似的一些情况 然后呢 我们用这个ET25的 我们是买的这个 泥钛的工作线 环绕这个分离器械 与它这个螺纹设计相反 你的方向轻轻的转动 然后逐步的去除 四周的牙 根管的B的牙本质 直到分离器械上部 三毫米 就或者是 这个器械全长的三分之一 游离出来 但是这个是 我们这个分离 取出分离器械操作当中 最为关键的 也是难度最大的 在当时我的感受 它也是一个最耗时的步骤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必须要保持有良好的视野 配合超身肩和适当的功率 你进入根管越深 你工作肩越显得越细长 那么你所选择的功率 就应该要越低 否则的话 容易造成这个工作肩折断 或者是根管穿孔 这个我有一个 那个ET18 就是在我做体外的离体牙 试验的时候 尖端它已经断了三毫米左右 这个也是非常心疼 断起来 它也非常贵 还有一个问题呢 就是因为我当时使用的是放大镜 在这个超身间处理这个器械的时候 它不可避免的 有一些接触这个涅态器 这个分离器械 它接触这个分离器械了以后 它就会产生一大堆这个黑色的 这些金属粉末吧 应该是 粉末出来 然后它非常影响我们的视线 然后我们当时的 这些 因为担心太多嘛 脑袋里面想的太多 然后就不得不又反复的去使用 冲洗 反复的使用超身去清洗 然后再看清楚这个分离器械的位置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麻烦的问题 整个这个做各端平台的建立 和这个暴露这个游离分离器械 这个上三分之一的这个过程 我们大概持续了一个小时 一个多小时吧 然后对于这种嵌入根管 而且有动作的器械 在操作的时候 我们当 我当时最害怕的一个问题 就是怕这个器械 推入到根管根深处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 后面就开始使用这个环钻 环钻来游离这个分离器械的上段 最后我是想结合我的套管 套管技术 或者是我之前自制的那个套锁 因为其实在离体压上操作的时候 我有四次都是使用那个套锁取出来 有两次是用套管取出来的 只有一次是用那个分离器械 套装的那个卸爪捏取出来的 所以我更倾向于好像我手用的那些东西更好 但是当你真正拿出你我刚刚所自制的那些器械 结合我当时所有的放大镜以后 你会发现一个问题 就第一就是我们的这些器械 它的柄都非常小 然后我的放大镜非常的模糊 我是真的这个器械进去了以后 我是看不见的 这个当时在口内操作的时候 它就不像在离体压上操作那样 你的手可能左右动一下 你就能看得更清楚 病人配合上面 它就没有这么简单了 我是通过口径的反光 来去观察这个情况 然后就发现我在用自制的那个套锁的时候 我根本看不到那个套锁 是否在这个分离器械端 根本就套不进去 然后那个套桶针 我放进去了以后 根本就卡不住 然后我根本就不敢使劲的往下推 谢谢大家